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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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梅承仙刚才那张脸了吗 要多难看 要多难看 梅承仙是个有仇必报的人 你以后可要小心了 有你帮我 我怕什么 我上次跟你说过 梅承仙留了很多后手 到时候他利用这些后手 去跟梅姑子邀功情赏 再趁机说你一些坏话 我就担心日本那方面 会有什么动作 也是 日本人一向对我有惩见 要不是我在南京那边 跟申定 他们有所顾忌 处长的位置 说不定早就换了 前面靠边停车 这家灌汤包的味道不错 你要不要尝尝 你倒是真孝顺 我这刚答应你 你就过来买了 孝顺自己的母亲 应该的嘛 好 先生 您二位的灌汤包 拿好啊 不用找了 谢谢啊 谢谢 等一等 没问题了 当着我的面都敢这么做 太放肆了吧 算了 他们也是职责所在嘛 走了 老板 好 慢走 走 买这么多菜回家 你要亲自下厨啊 我 对啊 好吧 同济包子铺 是我的一个联络点 我去买包子的时候 会将有信息的钱留给他们 你去的时候 只要跟他们说六个包子 三婚三素 记住 千万不能错了 他们会把我的钱交给你 钱上面的针骨是摩斯密码 你破译应该没有问题吧 嗯 可是 我怎么发消息给你 跟我的方法一样 如果消息太多的话 就用您钱 我知道了 回来了 好 嗯 怎么买这么多菜啊 嗯 明天就要回唐家了 今天晚上 我们好好聚聚 吃顿好的 你们要回唐家 是啊 也是 出来这么久 唐爷肯定会起疑心 你跟坤哥联系上了没有啊 嗯 联系上了 他说一切按照计划行事 让我们放心 太好了 这样伯母很快就可以救出来了 我可没有你那么乐观 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日本人对他提防的 仍然很严密 要不然 他也不会用这种方法跟我联系 你放心吧 会没事的 嗯 好了 你们去休息一下吧 我来做饭 我帮你啊 这哪是男人该做的事啊 彩儿 嗯 你跟我一起去吧 让小夏也尝尝你的手艺 我 我 去吧 走吧 我 我 加油 我做 我做菜很少 你别嫌弃啊 你不要切了 照你这个切法 菜板都被你剁成土豆了 我 我 我其实会切菜的 就是时间长了 有点生疏了 得了 你去歇着吧 做饭的事情 我一个人就行了 不行 要让别人知道了 他会笑话我的 你放心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那 你说话算话 不许出尔反尔 我保证做到就是了 那我出去了 辛苦了 现在 上海市政府 要求各家商户 悬挂南京政府的 五色旗 有一些规模的商家 招牌上还要打上 大东亚三个字 唐宴那边也挂上了吗 还没有 不过 这是早晚的事情 我大哥那人的脾气 你是知道的 他一气之下的话 歇了业 工厂要是歇业的话 码头那边的生意 他们也不会 让我们继续做 那样 我们就中了 涂怀志的圈套了 是政府的举动 和租界当局 是商议好了的 如果不执行的话 他必然 会收回 码头的经营权 要知道 不光是涂怀志 惦记着哪儿 日本人 也是虎视眈眈的盯着呢 我大哥那边 我会好好地劝劝他 但是 我担心劝说他不听 码头落到涂怀志的手里 那我就帮不上你们了 唐爷是个深明大义的人 只要你跟他说清楚 利害关系的话 我相信他会同意的 行 那我就好好跟我大哥说说 对了 明天我会让彩儿和小夏 回到唐家 你多照应他们一下 怎么 危机解除了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日本人还没怀疑到他们 但是 如果要是总不露面的话 难免会怀疑 这倒也是 回头我回家去一趟 祝福一下采儿和小夏 好了 吃饭吧 齐啦 小夏 吃饭了 好好吃啊 好吃啊 嗯 好吃啊你就多吃一点 我没想到 你身手那么好 厨艺也这么好 哦 我觉得饭店的厨师 都比不上你 人家能干 谁像你啊大小姐 还要我说你慢点吃行吗 几天几夜也没吃饭啊 吃着鱼嘛 味道确实不错 值得表扬 等我们走了以后 你一个人要多加小心 小心 万一出什么事情 一定要来找我们 嗯 我会小心的 你们离开之后 我还是搬回去住吧 住在这里 你们也不太方便 也行 不过 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告诉我 我都给你带过来 不用 我又不是出不了门 只是小心一点就好了 好吧 你别老吃饭呢 来尝尝这个 还有这个 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 你别客气 来 你别跟他夹这个菜 他不爱吃这个 我怎么不知道啊 小夏离开唐家这段时间 我一直给他做饭吃 他的喜好 我多少知道一些 在唐家我们天天一起吃饭 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有 唐家我吃得也不多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爱吃 爱吃 来 多吃一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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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饱了 你别介意啊 他就是有脾气 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没关系 我去跟他聊聊 你不吃饭 进来做什么 怎么 生我的气了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你为我们 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就算我做菜做得再好 小夏见到你 还不是毅然选择了回唐家 回到你的身边 他不光是为了我 他还为了我阿爸 大哥还有大嫂他们呢 算了吧 我看到他给你刻的雕像 我可是羡慕得很呢 雕像 怎么 你不知道 哦 那个雕像 很一般啊 跟我阿爸还有大哥他们刻的比 差远了 那怎么能比呢 你阿爸和你阿哥 是叼不出那种神态的你的 他 小夏这么喜欢你 你应该珍惜才是 你 那么喜欢他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我是善意地提醒你 不要等到小夏喜欢我的时候 你才追回莫及 我怎么听这话感觉那么别扭啊 我也觉得很别扭 是啊 我为什么要来劝你啊 小夏讨厌你 我应该高兴才是啊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不过 我有时候 就是管不住我这抱脾气 每次 我看见他那么关心你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 明天不是要搬走了吗 好好收拾收拾 啊 这么长时间 都聊什么呢 聊女人之间的话题 哦 对了 你在仓库阁楼住的时候 答应过我 要给我刻雕像的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兑现啊 嗯 最近比较忙抽不开空 等我回去以后 就给你刻了 这还差不多 放心吧 科长 您怎么来了 张坤呢 把他找过来 我有事情要问你们 是 是 张坤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 科长找你 科长 您找张坤 是有什么指示吗 给张夫人送点心的事情 到底是谁的主意 他拜托了我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答应了他 那张坤为什么不来 向我说 他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给我母亲 尽一份孝心 没想到 竟然引起了科长您的怀疑 既然是尽孝心 为什么要对我隐瞒 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 请科长责罚 责罚倒不必了 如果你真的想尽孝心的话 就应该铲除军统 多做一些共性 消除我对你的疑虑 你和你的母亲 才能早日团圆 我一定努力做到 好 为这么点小事情 就过来大动干戈 这个梅谷子 气量真是越来越小了 他这是为了警告我 警告我我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近视范围之内 让我不要轻去妄动 既然你已经决定 要跟着我做一番事业 就不要心存顾虑 赶紧做出些成绩 让日本人放心就成了 嗯 以后你不许一个人去找一敏 去的话我陪你一起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一敏那么优秀 我担心吗 你也跟着大嫂一样 学学做家务 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我不是因为做菜的事情 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 小夏 彩儿 大哥 大哥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不在的这几天啊 我总算是清醒了 说什么呢 大哥 家里人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快进去吧 大家都等着你们呢 走吧 走吧 走 阿爸 阿爸 小夏和彩儿回来吧 师父 回来了 阿爸 记无数吧 走吧 怎么样 这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挺顺利的 对方很热情 还让我们给您带好 顺利就好 你们不在这几天 发生了很多事 我这一下子 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阿爸 嗯 其实坤阁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听说了 没有说都告诉我们了 心里真的很难过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这倒好说了 采儿 阿坤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他是什么人 你心里最清楚 他怎么做 完全是被迫于无奈 阿爸 我是绝对相信坤哥 不可能做汉奸的 你能怎么想 那是最好不过了 师父 您放心 坤哥这么能干 一定能把事情 处理稳妥的 我也这么想 可是张夫人一个女人家 被关在大牢里 那得吃多少苦啊 不久 大牢里 太多了 他们还需要 对 富败 别动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直在跟踪我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 重庆派来的 重庆派来的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却在跟踪我 我们想先确定一下你的状况 看你到底有没有背叛党国 我现在倒反而怀疑你们的身份 你们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们是重庆派来的 带走 是 我现在是重庆派来的 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梅承仙和张坤 都先后投靠了特高克 你是他们的手下 身处嫌疑之地 我们这样对你 难道不应该吗 梅承仙是投靠了日本人的 可是张坤 是因为日本人抓了他的母亲 他被逼无奈 才假装投降 他这么做 一方面是想救他的母亲 另一方面 是要想办法 除掉梅承仙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并不足以为张坤说明什么 也不足以说明 你自己现在的情况 在我拿出证据之前 我要先确认你的身份 我是重庆派来 执行清除行动的负责人 我之前 好像在除掉和民剑的行动中 见过你 你说得没错 我是杜静云 如果不是之前 我对张坤 和你还有些了解的话 你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你也在清楚的名单上面 张坤曾经说过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上级 难得他这么评价我 现在我的身份已经确认了 你是否应该展示一下你的证据了 在我口袋的钱币上 有张坤给我的信息 只要他采取行动都会告诉我 我们会迅速撤离 避免损失 你们用什么方式传递信息 摩斯密码 红运商行 今天晚上的行动 所有人员都要听从张坤的举会 那你首先得告诉我 今天晚上的行动目标是哪儿啊 这个要保密 你也是做了这么多年军统的工作 你应该知道保密工作 对行动的成功 起着关键的作用 对别人保密 难道说对我也保密 当然了 之前你指挥行动的时候 不也同样对我们保密吗 那不一样 因为你们还没取得美骨子课长的信任 包括我在内 对你也充满了疑惑 行了 不要再争论了 刚才也不是跟你们商议 这是命令 如果你不告诉我 如果你不告诉我 这次行动的地点和目标 那么这次的行动 我不咱家 没成仙 你敢抗命不遵 我会亲自向美骨子课长解释的 我想我有这个权利 这个人现在是越来越狂妄了 真是让我不痛快 跟这种人就没必要计较了 他不参加更好 那功劳就属于你我二人的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口气我先憋着 想要出这口气 迟早是有机会的 毕竟 你才是真机处的处长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杀掉没成仙 这次行动是张坤主导 如果现在我们刺杀的话 会给张坤带来危险 日本人肯定会怀疑他的 现在的梅成仙给整个军统组织 都带来了危险 相比于此 张坤的危险又算得了什么 张坤已经开始策划了 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点时间 毕竟梅成仙现在没有再给军统 带来损失 整个军统在上海现在都无法作为 所有的情报来源全部都消失了 所有的敌对行动也全部停止 这些损失还不够吗 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 我把你来到上海的情报 传递给张坤 或许有两全的办法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 给我 什么 雕像 什么雕像 你还瞒着我 连一米都知道 我的雕像 我这 随便刻的 还没刻完呢 等我刻完了再给你不行吗 不行 我今天晚上必须拿到 我倒要看看 你把我刻成个什么样子 今晚必须给你 当然了 我势在必得 别蒙蒙蹭蹭了 快点拿给我吧 时间太仓促了 刻得不好 怎么样 这个 技法上比我大哥差远了 我的技法 怎么能和大哥的比啊 我明天白天 拿给大哥休时休时 千万别 大哥万一问起 你怎么解释啊 你要是不喜欢 还给我就行了 不行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又不会真的拿给大哥 那还差不多 我拿给阿爸品鉴一下 你 你等等 你怎么会 我 去 你怎么会 我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杜组长 坤哥他不想让我提前 通知军统战 必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说好了 这次的指示观察 不能开枪了 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 你只要负责把我观察 周围的情况就好了 你 丁处长他们出发了没有 他们已经出发了 我有人跟随他们一起行动 一会儿就有消息传过来 我们就知道 他们的行动目标了 你就不怕张坤 去你设立的 那个假军统战吗 那个地方我说了你 谁也没告诉啊 喂 喂 什么 让张坤马上停止行动 来不及了 怎么了 他们去了鸿运上航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走啊 是 是 处长 后面已经封锁了 说好了 有你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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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坤这是在干什么 难不成他真要断了这个据点 是 现在这个军事很不明确 是 刘蠅 是 是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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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敏 准备战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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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别动 走 快点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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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战坤 你干的好事啊 我辛辛苦苦经营的 又补据点 全让你给毁了 魏丞仙 你在说什么呢 是啊 什么又补据点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地方是 魏丞仙设下的陷阱 专门诱补那些 寻求帮助的军统 还不把人给放了 放了吧 张坤 你所做的这一切 是不是都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我倒想问问你呢 为什么这一切不提前告诉我 我是通过这里发出的暗号 才知道这里是军统的暗点 行动之前 我邀请过你 如果你把这些事情 提前告诉我们 整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科长 刚才张坤也非常危险 差一点就命丧军统 军统手枪下 军统手 我 我没有安排军统手啊 你没有安排军统手 这么说 这个军统手另有欺人 是是是 丁处长 马上带领人过去 一定要抓住这个军统手 是 我们走 立刻通知县兵队 火速过来增援 是 把这里围了 等等 这里范围太大了 我们人手不够 如果分散开 等如意被偷死 我 麻烦了 麻烦了 这 一 那 我 后来 我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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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进行包围 把这里的人 统统予以剿灭 是 上 你为什么阻止我开窍 按照你的举动 我可以随时处决你 无论怎么样 你要警复决定 日本宪兵队 已经包围这里了 我已经安排好地退了 仅凭敌人的兵力 还不足以包围我 神气枪声 日本宪兵队已经到了 他们怎么会这么快 足迹的形势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宪兵队在这里 已经有驻军了 我先不杀你 我们分头突围 只要我们还得活着 我一定会追究你的测试 是吗 这些不是一般的敌人 我们这么多兵力 居然到现在也没有把他们见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对方应该是重庆那位派来的人 负责清除和重建军同组织 那看来我们还因祸得福了 居然还比那条大意 我先把眼前这些小的胸盖给你灭掉了 主要是 我先把眼前这些小伙伴们都灭掉了 我先把眼前这些小伙伴们都灭掉了 它会有很多好处 全职射击 立刻进入仓库进行搜索 你有我的命令 不准开枪 住手 这个人一定要抓黄的 别过来 再往前一步我就开枪 生命这么可贵 你何必这么做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 我只不过 是想看看这两个叛徒 丑陋的样子 杜婧云 只要你肯投降 美骨子客长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你就是特高科的客长 没错 只要你肯答应投降 我会保障你的安全 只要你肯投降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我不是那个医生 警察 马上安排人员 把这里仔细搜索一遍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疑点 快 别告诉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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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 立了这样的功劳 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怎么还满满不乐的 我刚刚亲手杀了 自己以前的同事 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现在阵营不同 现在这世道 像你这样有良心的人 不多了 今天晚上的行动 我没有告诉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我是想去荆野的服装店 看一看美谷子 有没有再去那边 听到枪声之后 我就赶了过去 没想到会碰到你 幸亏有你 要不然今晚 我也难以幸免 你说你对坤哥有怀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重庆派来了除奸小组 组长是我们之前 见过的杜静云 坤哥曾给我消息 他今晚 会对红运商行的 一个军统联络战 进行行动 你明确表示不让我插手 所以你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杜静云 他提出要去查看 我和他一起 他看到坤哥 对联络战一网打尽 要对他采取行动 我阻止了他 却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我阻止了他 也如此长 又何妨 大路迷茫 是晨世晨世混 压抑的余望 智诚的浓堂 俘身幻想 泪流到春天 雪的伪装 如果不曾用心感受阳光 就不会遗憾黑暗的期待 不得孩子难免彷徨 命运在交响 命运在交响 月我一个下走 几方闪亮 它不曾缠染时间的肮脏 任年华老去 不许感伤 岁月在吟唱 你是阳光 刀影影出火光 斩断沉重 此与新的希望 夜空白独立像 那个绅士 院子的感觉 禁止 预��犯的夕陽 Zither Harp